拜登最近比较烦 在针对美国9月就业数据发表讲话后 拜登任凭记者胡天抢地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拜登走得很坚决 没有吃衣 甚至连总统喜怒不形余色的体面最后都不要了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拜登遇到难事了 第一美国经济数据太差 注意 不是很差 而是太差 而且疫情防控也很差 弱大的华盛顿 已经没有差白起的地方了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19.4万 远低于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50万 降至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关注国际金融的朋友都明白其背后的含义 数据一出 指数震动 估计拜登实在提不起精神 只好提醒美国人9月失业率下降至4.8% 如果新增就业不能增加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提高讲话内容的对比性 只好又拿中国说事 比如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是美国的三倍 美国怎么办 要加强美国基建投资 于是又回到他那重建更好未来计划上 两个字 英超 果然嘴上喊着主意 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第二 美国和潜艇南海发生碰撞事故 应该是看到台下记者都对美国的就业数据不感兴趣 拜登转身顿走之前 最后语众心长的说 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 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 非常感谢 拜登似乎话里有话 为什么上帝要保佑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军队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美国人很着急 但拜登就是话说半句 不肯多言 美军一直很强大 什么困难能难倒他们 美国人将目光都转向世界东方 前几天是中国的国庆假期 有一个名叫长津湖的电影 在提醒世界 七一年前 在朝鲜那个地方 中国军队曾狠狠地教训了美军一顿 难倒拜登是指这事 几十年前的事了 美军早就不是当年的美军 岂会怕中国军队 话虽如此 为何好莱坞从来不拍朝鲜战争的电影 很快 美国人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美国核潜艇刚刚在中国南海出了大事故 而且是10月2号出事 7号才敢爆出来 美国抗涅敌格号攻击型核潜艇 在中国南海与某些物体发生碰撞 导致轻危受损 并有11名海军官兵受伤 但暂无生命危险 最后抗涅敌格号中断任务浮出水面 通过自航的方式返回了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 这对一项热衷海洋霸权的美国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抗涅敌格号核潜艇到南海海域究竟执行什么任务 在什么地方发生碰撞 有没有发生核泄漏 有没有造成海洋污染 究竟撞上了什么物体 美国支支吾吾 这热热 不肯提高透明度 作为美国先进的核潜艇 抗涅敌格号为何没有发现障碍物 要么美军瞎了 要么潜艇瞎了 美军瞎了 是指美军疏忽大意 悲剧发生了 说潜艇瞎了 是指核潜艇竟然没有发现障碍物 可能有人会问 美军经常来南海收集情报和海底资料 抗涅敌格号核潜艇为何还会发生碰撞 这就要从潜艇的工作原理说起 核潜艇深海潜行主要依靠声纳水文资料 还有海地地形图 当然主动声纳一般是不开的 会被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发现 最后为了保持隐蔽性 只能靠被动声纳 以及海底地形图 尤其是海地地形图极为关键 但是这需要提前绘制 绘制的方法就是侦查船到南海 放置海底声纳收集数据 前些年 我国渔民经常会打捞到这类不明物体 然后上交国家 他们会收到50万奖励 简直是发家支付的良机 近些年 随着我国海军力量的增长 美国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 可以肆无忌惮地测绘南海海域地形图了 这就是美国军舰经常来碰刺的主要原因 毕竟狗急了总是会跳墙的 如果海底地形图不能经常更新 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开车时 依据老旧地图 可能一拐弯就掉进沟里 海底地形图也如此 如火山地震等 造成海底地形变化 潜艇就可能发生撞山事件 如果2005年 美国旧军山号核潜艇在关岛附近撞上一座海底山脉 船体严重受损 又或者有人在美国潜艇经常晃悠的地方放置障碍物 美国潜艇也会像碰碰车一样傻傻地撞上去 总之 美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发生碰撞 即使是偶然事故 最终也会是必然事故 因为中国海军强大之后 南海海域作为中国内水 就没有美国潜艇存在的必要了 否则 美国潜艇就等着撞南墙吧 第三解放军空军所定台海 另一个让拜登心烦意乱的是浅浅的台湾海峡 早已挡不住解放军空军展翅翱翔 据台媒报道 10月以来短短几天 解放军空军超过150架四军机进入台防空识别区 规模空前 力度空前 不仅白天也来 夜里也来 委省长蔡蔡子眼看台军难以支撑 只好隔空哭喊 请美军来帮忙 美军怎么帮忙 再卖点老旧武器 最后妹妹放话 已经有美国陆战队员 登岛帮助蔡蔡子训练军队 山羽欲来风满楼 吓得台湾连连辟谣 其实即使真的又如何 美国不是在阿富汗 还帮助前政府训练30万大军吗 结果呢 成了阿塔的运输大队长 所以如果美军抵台是真 不过是帮助大陆提前解放台湾罢了 真是左右为难 你让一个老人还能怎样 连颇老矣 尚能犯否 最后只好加起皮包走路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 中山先生那句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仍在激励华下无数知识人 10月9日 人民大会堂声音铿锵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鼠点望祖 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 一同可击 民族将心 诸公拭目以待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10月6号 中美两国相关负责人 在瑞士的苏黎市举行了双方磋商 对于这次会谈 我的感觉有两点 一是双边关系基本触底了 二是美国人的脑汁都要绞尽了 我仔细看了会后的公报 向加强战略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对抗 寻求互利共赢 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基本是这类的套话 说白了就是 共识是有 分歧依然很大 中美这种和大国 打仗的概率是极低的 也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管怎么争 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坛字上 从贸易战之初的刀光剑影 到坐下来谈 从年初在美国的安克雷奇第一次会谈时 杨洁篪那些如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式的直队 到美国副国务卿舒曼 在天津碰了个软钉子 再到这次的双方 苏利是会谈 可以肯定的说 双边关系基本触底了 接下来要开始反弹了 换句话来说便是 从对抗家对抗 要走向对抗家合作了 鉴于没谈出些啥具体的来 在此咱就不谈会议的内容了 还是谈谈会议之外 美国动的那些小心思吧 美国一贯的作风是 与超级大国的重大会晤之前 喜欢一边扔甜枣一边扔大棒 这次也不例外 用释放孟晚舟表示一下会谈的诚意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三板斧 南海航航母 军方放狠话 正至上完纵横百合 招数太老 中国人民都习惯了 与此同时 美国空军作战部长肯德尔放出狠话 说在他任期内 美军将装备一系列 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的超新型号武器 以此来震慑快速发展的中国空军 狠话一出 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就回对过去了 最近有位外国同行声称 要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 那好吧 只要你们不害怕 就让我们到云端相见吧 然后便是纵横百合 把双方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欧洲 人都是狐家虎威 美国这 台湾 对 好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